这是史蒂芬博士第一次学法术 看到师兄们都可以用手画出火圈 但他在那里只是跟着学手势 别说火圈 火星都没一点 这该死的尴尬吧 但经过师兄的细心讲解 终于画出了一点火星 当古一走过来检查情况时 史蒂芬立即找借口说 自己的手受伤了 根本画不出来 但古一表示这跟手受伤没有关系 于是下一秒直接叫来一个没有手的打师 表演一下什么叫做打你 古一知道蒂芬是个很有天赋的好苗子 为了激发他的潜能 于是专门画了一扇传送门 把蒂芬带到珠穆朗玛峰峰顶 这里极寒的天气 一个正常人最多坚持15分钟 但蒂芬此时只穿短袖 最多只能顶12分钟 如果12分钟内你画不出传送门 那只能在这里冷静了几百年吧 说完就直接转身走了 穿着短袖的蒂芬 只能不断地画圈圈 尝试着打开传送门 而古一则在X原地等着他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看着小黑都着急死了 在生死关头 一个火圈出现在他面前 蒂芬颤抖地从木狼马峰逃了回来 他成功了 从那以后 古一对他也是特别的照顾 教他如何使用咒语 如何用魔法创造出武器和盾牌 这让蒂芬重新获得了信心 他刮去邋遢的胡子后 英俊潇洒的脸庞又回来了 蒂芬在短时间内阅读了大量关于魔法的书籍 白天 他和小黑训练用法术作为武器 晚上 他让身体睡觉 而他的灵魂则在苦苦地学习 仅仅几天 他就看完了图书馆里所有书籍 一天晚上 蒂芬来归还书籍的时候 发现有一本被封锁着的魔法书 他拿下来打开一看 发现书上丢了两页 这是这里的管理员告诉他 这是一本阿哥摩托时间之书 不久前被一个叫卡西的前人打尸 杀死了这里的管理员 还偷走了两页魔法书 这两页的内容是如何召唤出 黑暗维度的统治者多玛姆的 他是宇宙的征服者 世界的毁灭者 是拥有无限能力的生物 也不受时间的控制 卡西因为向往着黑暗维度的力量 想得到永生 想把多玛姆召唤到地球 而背叛了果一 这让蒂芬很好奇 于是在一天晚上 地分趁管理员不在的时候 偷偷拿下被封存的时间之书 开始研究起来 根据书中的咒语 他双手结印 静真被他打开了阿哥摩托之夜 时间保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没想到他在短短的时间内 掌握了操控时间的魔法 他将时间发生对准被撕毁的书页 用时间倒流还原了书中被撕裂的两页 他还在书中得知 多玛姆拥有永生的力量 这时 小黑和管理员及时赶到 对着蒂芬就是一顿骂 随即施展时间法术 很容易造成时空混乱 随后 他们向蒂芬普及了很多关于宇宙的知识 并告诉他 如果多玛姆想要入侵地球 必须摧毁阿哥摩托建立的三道屏障 他们分别在三所具有强大力量的圣殿 香港 伦敦和纽约 如果圣殿一旦失守 多玛姆就会入侵地球 了解了整件事之后 蒂芬说他是来治疗他的手的 不是来参加什么魔法战争保护地球的 另一边 卡西得到那两页魔法书后 开始施法向多玛姆索取力量 周遇刚落 他也拥有了改变次元空间的能力 小手轻轻一挥 所有建筑物都被他随意玩弄 现在他的任务是摧毁那三座圣殿 随后 卡西就带人来到伦敦圣殿 在他们没反应过来之前 释放能量球把圣殿炸毁 然后他们很快来到纽约圣殿 现在他有黑暗力量的加持 纽约守护者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当蒂芬赶到现场时 他还是来晚了一步 卡西毫不犹豫地杀死了 纽约圣殿的守护者 于是他们又把目标转移到蒂芬身上 蒂斯立即变出闪电五连边开始作战 几个回合后 他还是寡不敌众只能战术性撤退 卡西剑撞立即展示了自然空间法术 使蒂芬怎么也跑也是在原地踏步 然后把他当悠悠球一样玩弄 但蒂芬也不是吃青菜长大的 他抓住机会 突然把其中一个小弟踢进了沙漠 然后把另一个反手扔进了丛林 还顺手把传送门关掉 但即使是一对一 他也根本不是卡西的对手 被卡西在地上疯狂摩擦 但打着打着蒂斯 就被他踢到一个玻璃柜 打破了玻璃 把里面的一件斗篷释放了出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悬浮斗篷 就在卡西对他下死手的时候 斗篷及时替他挡了致命的一击 经过一番战斗 蒂芬被踢下走廊 而就在这时 斗篷也跟了下去 因为是蒂芬把他释放出来的 斗篷将会一直追随他